我們今天教大家一個成語什麼叫舊酒新瓶 過幾個星期爸爸一直去便利店 立即市場找一種啤酒 這啤酒一出之後就全國缺貨 是全國 然後就出報紙叫停售 為什麼呢? 因為太價好賣 沖繩的鄉下地方當然特別慢 後來最後找到了就是這一種啤酒 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這一陣子電視節目被它洗版的 無論什麼電視節目都會介紹這種啤酒 這種啤酒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外面好像沒有分別 但是它最有分別是蓋子 蓋子是可以全開的 其實意思是可以直接喝的 對,基本上可以直接喝 它的設計是首先不介油 而且開的時候已經會有啤酒泡 我們開來看看 我第一次開就可以了 等一下,因為只有一罐 這罐的東西很難得 你不可以懶惰的 它好像說開完之後 將雙手好像兩邊捏著它 它說泡會比較容易出的 有一個竅門 你有沒有體會嗎? 沒有啊 來,試試 出不出了 出來了,出來了 出來了,出來了 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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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說它不會漏的 對呀,真的不漏 漏啊 你不漏 丁,漏開 你弄 浪費了 對呀 其實真的不切 它裡面也做到不切邊 它說怎麼可以出步呢 因為裡面的設計物料是不一樣的 之前的罐裡面一定滑些 現在多一些洞洞的 一倍吧, 啤酒和玻璃杯喝才行 我就這樣喝不太好 那裡比較好看, 罐裡面有什麼樣子 看不看洞大一點嗎? 看不看密度低一點 什麼洞大一點? 罐很大, 看不看洞大一點嗎? 看不看洞大一點嗎? 我覺得 我們放大一萬倍吧 其實這宿櫃還有一罐的 那我還要小心 蛤? 這個形容紙, 可以用在你身上嗎? 證實了, 都說要幫你一杯爽的啤酒 浪費錢了, 買了一罐多少錢? 一用價錢 那我都算了, 玩玩玩玩 其實它是一個技術 是吧 如果不是真的好喝了, 純粹是開大一點的口 那就… 但真的不戒了吧? 很神奇啊 很神奇啊 你真的不戒嗎? 這樣坐到, 不是這樣擠到 很神奇啊 難怪一用價錢而已 所以賣光了, 像Kimiki OK, 不戒就行了 好, 下班